今天小莫来讲一讲关于隔离双宝贝们苦闹的的几个问题01,隔离双是必需品吗?是不是必需品要看它对你有没有用? 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隔离的作用1,隔离环境污染,雾霾,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本尘等 2,隔离彩妆避免粉底堵住毛孔伤害皮肤切涂隔离会使妆容更浮现 3,提亮肤色遮瑕,黄皮内需用紫色提亮肤色,喉血色,敏感肌色和绿色 为防晒增加一份力但不能当作防晒霜使用哦,小莫建议,能涂就涂,什么玩意儿发明出来都是有它的道理02,先涂隔离还是先涂防晒,先防晒再隔离,先防晒再隔离,先防晒再隔离 为什么呢?因为防晒是护肤的最后一步,隔离是彩妆的第一步,防晒霜里含SPF值,所以用入液类的打底,隔离霜十分颜色的 例如紫色而绿色,类似粉底的效果,所以要留在最后打 03,隔离霜需要卸妆吗?啊哈哈哈哈,我不想笑可是忍不住 我提醒各位宝宝,即使不化妆也要养成每晚卸妆的好习惯,吃个长粉色的宝宝就有八个可能 是因为平时不注重卸妆造成的各位,何况隔离霜本来就属于彩妆性质,必须卸妆 那么为什么不化妆小莫,也建议宝宝们尽量用卸妆产品去卸妆呢? 一,不化妆,也会接触很多智容性的污垢,例如,汽车尾气,厨房油烟等 这些污垢洗面乃无法彻底清除 二,除了外界污垢,人本身分泌的油脂特别是夏天 如果清洁不彻底很容易有黑头粉刺 三,如果制容性的污垢清洁不彻底,会直接堵塞毛孔,会使营养成分不能完全吸收,造成护肤品的浪费或营养过剩 四,长期保持皮肤清洁彻底,会很好的演化皮肤老化 零四,隔离霜该怎么选择,油皮,选择控油型的隔离霜,可以减少皮肤出油导质的脱妆 令后续的粉底可以保持更久的时间,增加整个妆面的持妆度 干皮,选择保湿型的隔离霜,为肌肤补充水分,肌肤变得水分饱满 后续的上妆才能服贴,无色隔离,没有明显的润色和遮瑕等功效 但是能够前凭毛孔和瑕疵,保护肌肤,为后续底妆打好基础 让粉底更浮现更持久,让妆面更光滑 皮肤颜色隔离肉色是个没有特殊问题的皮肤,有一定的润色功效 不追求精致妆感的同学可以只擦这一瓶就出门了 哦,有色隔离,是整对有一些问题的肌肤,帮助调整肤色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后继续粉底使用 这种隔离,也是我们常见的哦 紫色隔离霜,可以很好地中和掉皮肤的黄气 紫色和黄色是对比色,提亮肌肤,适合肤色发黄 艾雅俊带的皮肤使用,比如小墨 常用紫色隔离,绿色隔离霜,可以中和半红肌肤 颜密红血丝,适合痘痘肌,脸颊要红血丝,或有红色痘印 疤痕的皮肤使用,小墨建议,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隔离 其次要选择轻薄透气抗氧化性较强的隔离 这个要怎么看呢?看成分量 如果成分里含有A1,莲花提取物就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的效果 当然选择一款耐含玻尿酸的隔离就更完美 毕竟具有补水保湿性的彩妆更服贴更滋润 小墨提示,玻尿酸全明透明致酸那小墨碎碎念 注重护肤的宝宝们,有时间看八卦玩游戏 可以多了研究,研究护肤品的主要成分,避免被导购牵着鼻子走啊 买一堆对自己皮肤没用的东西,想想多闹心